今天给大家带来由铁创模型最新发售的第二款合金骨架拼装系列模型 永恒裁决心恒 实物素组简单分享展示 那么咱们有请一般比例模型出来做个高度对比 产品内容方面 本次产品内附有一套合金骨架 合金套件为独立包装 需自行安装 另外出回特点为灰色外甲一套 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性替换 我就直接采用了红色作为展示 另外特效件也是给出两份不同的颜色 分别是绿色与橙色 各位可以按设定配对也可以自由搭配 另外除了水贴以外还有一份铝箔贴纸 最后就是这个很有特色的新规地台了 中间盖板可以打开 用于收纳各种手型和小零件 转动下方的支撑位置就能改变支架的角度 而支架的高度调整 也是通过后方的转盘来调节 总的来说 这种调节方式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这新规地台值得给个好评吧 至于模型方面 因为带有铁骨的缘故 所以模型整体下来也是有点分量的 作为双外甲之一的爆发型 外甲以红白配色为主 主要的特色武器玩法都归纳在背包之上 背包可以独立出来作为支援机战斗 最后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打分环节了 五分满分 各位对星恒的初印象打几分呢 那么在主体介绍前 老规矩咱们还是先把背包分离出来 分离后得到的星恒主体如下 产品内带有灯组 使用附带的磁铁 便能点亮头部与胸部的灯光 在弱光的环境下灯光效果如下 头部可动方面 左右的平转没有太大问题 颈部后方有一段拉出 再配合原本的球关连接 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抬头幅度 当然了 低头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肩上两边的监视器带有可动设计 用手一压就可以隐藏起来 扣一下就能轻松抬起 胸前带有驾驶舱设计 并且里面还附送驾驶小人一个 驾驶舱挡狂洗 手臂带有引出关节 上推肩甲前方盖板可露出 名为月神炮的武器 整臂上台轻轻松松超90 不过这里连接处会有点分离 肩甲里面小护甲可上台 上台后红色部分会自动复原 驾驶时超90 但未达摸肩 每次弯曲时 小臂会有联动效果 手臂可装在一个小型盾牌 连接键插入小臂后便可完成 取下小盾牌中间的黄色零件后 再与盾牌特效件连接组合起来 就能得到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盾牌效果了 腰部平转时会与裙甲有干涉 但还算是够用 腰部左右侧摆时 两边白色外甲会有小范围连动出现 弯腰的幅度相对偏弱 咱们拆开上身看一下 会发现 前裙甲的结构会与侧裙甲连在一起 这样设计有助于在腿部前踢时得到避让效果 后裙甲可向上抬 两边红色部分可展开 外侧的两把军刀剑柄也能向外展开 取下后就能与光束军刀特效件组合 成为一把虚素离子军刀 作为00系的变体 当然少不了大腿上的绿色小圈了 腿部也有下拉增强结构 下拉后前踢可达约90 后踢因裙甲关系只能达约45左右 而侧踢也差不多能达90 屈膝时膝盖与脚后方都带有联动效果 咱们再近距离看一次吧 小腿后方部件也带有联动设计 然后就是脚部下方的各个可动幅度如下 总的来说各种可动范围都蛮不错的 最后左右两边的接地性也很好 然后就到了背包部分 背包可独立作为支援机进行作战行动 身上带有各种适合远距离战斗用的武器配件 首先就是挂在在背上的两把双鱼座离子步枪 除了正常下方的握把外 还可以在两边拉出两个握把 枪头也能拉出一小段 这样称为爆发模式 而在枪的尾端会有一个小卡扣 在握持时可以用于固定在手臂上 以防出现布局的情况发生 然后就是战机左右两边的双子座加农炮了 都可以独立取下来作为作战武器之用 同样的作为爆发模式下 加农炮身上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展开 除了作为远程作战以外 还能增加大出力光束特效件 名为斩机离子军刀 用于近距离作战 并且还能与光束盾牌组合起来 成为攻防一体的武器 最终装配上身后体积也是相当巨大 并且通过机械臂与地台组合后 也能把两把双子座加农炮安装上去 作为摆设之用 最后就是战机剩余的部分了 可通过变形的方式来成为星恒的背包配件 话说这飞机头的变形还有点意思 拉起旋转后再卡好 最后就是把隐藏的连接口拉出来 这样就变形完成 这次背包为两点固定 分别是主体背部与后裙甲之上 所以会相对牢固 最后就把武器挂在回背包处便可完成组合 那么我今天的新品简单分享展示 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对这次铁创模型星恒 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的话 欢迎来到评论区一起激情讨论一番 那么咱们下款新品再见吧